把人的肠子切了一段 那么剩下的肠子怎么接起来呢 有朋友私心问我这个问题 我保证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今天我来告诉你 肠子切了以后怎么样接起来 大致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直接一针一线 把两个段段重新缝起来 里面缝一圈 外面缝一圈 保证缝合的非常结实 不会漏 这种缝合的办法 现在越来越少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非常的费时间 而且也非常考验 主导医生的技术水平 如果没有缝好 那么可能就漏了 或者不小心缝的就窄了 这个长管就有问题了 当然它也有优点 优点就是很便宜 只需要几根缝线 那么第二种办法 现在有各种的 闭合器 吻合器 这些仪器 在切割的同时 可以闭合 它上面有好几排的钉子 在切割长管的同时 它可以把那一端给闭上 用钉子给钉上了 那么这个钉子 最后可能一直有在身体里面 切割闭合器 或者是吻合器的优点就是 快 比如说圆形吻合器 把两个钉端 靠在一起 它有一个蘑菇头 埋在一个钉端 另外一头 放在另外一个钉端 把它两个靠在一起 咔嚓一按 就同时完成的切割和闭合 这个两个钉端 就弄在一起了 非常的快 几秒钟就完事了 而且它的吻合 比人手工吻合 更加在确切 技术难度也降低了很多 还可以根据人的 长管的不同粗细 选择不同型号的吻合器 当然它也有缺点 缺点就是贵 一个进口的吻合器 好几千块钱 当然 现在也有一些 国产的吻合器了 价格越来越低 以后 等这些耗台进来集赛 价格会更低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的知识 还有什么不容易卖的 欢迎留言咨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